的一些相關的這幾天相關的一些談話 剛剛觀眾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個是政治決定 當然要說這個18%的爭議是政治鬥爭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今天我們在中國時報看到觀眾投訴 觀眾為什麼不投訴到自由時報 他為什麼投訴到中國時報 因為我們的行政一定要無敦義 中國時報的關係很好 所以這個是很標準的 包括觀眾在批評無敦義的 這個所謂的健保的這個大嘴巴 或者是這個無敦義在批評觀眾 這基本上是國民黨的鬥爭 包括馬英九去公佈說 連前這個社會觀感很差 這個28%以後要增加多少等等這個部分 大家也覺得說這個是國民黨內部的這個事情 怎麼會去牽扯到18% 你國民黨鬥爭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把制度改好一點 改比較公平一點比較重要 我們的關係是制度的問題 所以你說馬英九如果真的要改進 哪會就是說立法有疏漏 他應該是怎麼講 他應該是說這個18%這個利率是不是要檢討 是不是要用這種不動利率加6%的這種改革方式 是 所得替代率高達95%這個部分 這個是不是 這個國民黨立任黨團願意 就這個部分來修法 公務人員退休法等等相關的法令 國民黨是不是要修法 這樣社會觀感不知道會好 沒有你們假工立任黨 國民黨來報到這裡 這不是人民關心的東西 好 那你今天觀眾講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黨職並公職 解釋了他的部分 他說沒有啦 我在那時候是在政台做高手 我是借掉的 請教 宋主義當時 要做 做 領總統府的薪水 結果在做國民黨的黨公 宋主義要怎麼 林鋒貞要怎麼 胡志強入外國在留學 留學的時候 公職還叫做黨公 這薪水 還沒要併你來公職的這個退休計算 所以關宗改歲 他沒辦法改歲經過國民黨破片的這個合作 那第二個 黨職並公職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批評 這些國民黨的東方的權貴子弟 你在國民黨上班 之後再用甲等特考 你在政府部門上班 請問你在國民黨上班的時候 有小觀眾說 3%嗎 有說在國民黨錄取率3%嗎 沒有啊 也是理想管 你在黨職 黨職 現在還沒要改變你在公職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制度是大家覺得說 這算不合理的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 剛剛這個姚舉腳也特別掉 關宗在2000年5月的時候 跟包括林峰鎮 包括這些國民黨的這個高官 就趕快趕辦退休就走了嘛 所以同時的核定 是國民黨主導考試院院長徐水德 核定已經退休了這些年資嘛 所以 國民黨假如真的說 有誠意去面對歷史 去改革相關的這個部分 他應該要推動修法啊 包括說黨職並公職所議領的這個部分 怎麼處理啊 是不是應該把這些錢 回歸到我們的國庫裡面 不然你照我們民進黨的計算 這次 國民黨的 去年的修法 的公法是說 沒有啦 我們這次的推動修法 是肥高官 縮小官 結果我們看到說沒有 一天羅書就有個謀說 所得替代率 高官的部分都超過百分之百耶 都超過百分之百耶 結果越少 反而是肥了高官耶 那第二個 國民黨一直在宣傳說 所謂的這個 五年內 95年到99年 他們的方案 跟民進黨2005年的方案 應新解約 民進黨根據國民黨現在的版本去估算 原來 在95年到99年 按照民進黨的一個版本裡面 是省了19億 國民黨 是省了20億 沒有錯 國民黨夾心結 是 但是如果100年到150年 民進黨原來的版本 是升46億 國民黨是升44億 民進黨就升多少 你如果為100年試算到119年 民進黨的版本是升399億 國民黨的版本是升260億 哇 一句話說時間越久 民進黨原來2005年通過的版本 是比現在國民黨所謂的改革的版本 還要省了78億左右 所以隨著時間越長 民進黨的版本是比較省錢的 是 簡單說就是國民黨的版本 是又怕倒退路 不然為什麼國民黨 在選舉前 趕緊發生的那個公務人員 趕緊大家趕緊回存 所以 我們去試算了一下 台營的這個母金存付的一個資料裡面 4300億 按照國民黨的版本裡面 母金會膨脹到4800億 所以都做計劃多少 計劃五百億 五百億的利息 你算一年的利息計劃多少 很清楚 算差不多一年 總共 18%的利息就要1990億 支一百億 所以簡單說就是 利盡現有我們包括政府 包括台營各級的地方政府 這麼收負擔 說的話 退休人士 成本這麼高的利息 還要是1990億 一百億 試算到民國一百十九年 這個所有的財務負擔 還要越增加 所以這國民黨才會改革 因為 公務體系裡面 也不知道他怎麼計算 我們進行看不出來 一試算的版本 以外 跟社會民間的落差這麼大 反正不管怎麼算 你們也是都是 政家政府的優勝 政家政府的基準 這才是改革 所以我覺得媽英叫應該要去面對這些歷史 過去的歷史 黨籍併工資怎麼處理嗎 那像他的這個財務負擔怎麼支撐 你說過去的還面對 可能還搞不清楚狀況之下 在全市部吧 政策還沒有說得很完整之前 我就是身為一個國家元首 你可以不清不楚嗎